第十三章 清白无罪的世界 第三节 对救恩的恐惧 你也许会感觉到奇怪 为什么正视自己的嗔恨心 且明白它的全面影响是如此的重要 你也许会这样想 何不让圣灵静置显示给你 不等你本人觉察其事就予以驱除 不是更省事吗 但是 你在救赎与自己之间 还设置了另一个障碍 我们已说过 没有人在认清恐惧后 还会重容它的存在 然而 你那已扭曲的心境 并不怕恐惧 你虽不喜欢它 却无意去攻击那真正令你害怕之物 你不会为自己的敌意而坐立不安 你认它隐藏起来 只因你更害怕它下面所覆盖的东西 你甚至能毫无恐惧地正视 是小我最黑暗的角落 可是 你不会如此做 因为你相信 没有小我 你会在自身内找到更可怕的东西 你并非真的害怕被钉十字架 真正令你恐惧的是救恩 藏在小我黑暗势力背后的 既是你对上主的记忆 这才是你真正害怕的 因这记忆 当下既能使你恢复本有之境 而那是你想尽办法逃避的地方 你对攻击的恐惧远比不上你对爱的恐惧 若非你相信 正是自己那杀害上主之子的野蛮企图 会将你由爱中拯救出来 否则你会心甘情愿地正视这一企图 这愿望导致了分裂 你却始终被它辩护 因你不愿去救治这一份恋 你明白 一旦撤去了深日的乌云 你对天父之爱 会迫使你答复他的召唤而升上天堂 你相信攻击才是救恩 因为他会防止此事发生 然而你对天父炙烈的爱 以及他对你的爱 就深埋在小我的巢穴之下 其力量也远非小我所能及 你真正想要隐藏的是这个 老实讲 要你说我爱 是否比说我恨更难呢 你常把爱与脆弱 恨与力量联想在一起 你真正的力量 对你似乎反成了你的弱点 因你一旦听到爱的召唤 你会情不自禁地欣然相应 那么你自以为已营造出的整个世界 就瓦解了 于是圣灵显得好似在攻击你的堡垒 因你有意把上主关在门外 而他却不愿置身于外 你已经架起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信仰体系 因你担心会在上主面前束手无策 你想逃避他的爱 因为你认为那爱会将你演为虚无 你害怕那爱会使你失去自我 变得更加渺小 因为你相信抗衡能壮大声势 攻击才会显得伟大 你认定上主纯心毁掉你所营造的世界 你若爱他 而你分明如此 就等于抛弃了这个世界 你确实会如此 于是你只好利用这世界来掩饰你的爱 你欲深入小我的黑暗势力 就欲接近隐藏气下的圣爱 你最怕的就是这个 你能接受自己的神志不清 因那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却无法接受爱 因那不是你造出来的 你宁愿做十字架的奴隶 也不愿做得救的上主之子 你个人的死亡好似远比你活生生的一体性更为珍贵 因为上天资云你的远比不上你自己营造的更为贴心 你对上主的恐惧远深于小我 无法进入不受欢迎之处 憎恨却进入不受欢迎之处 你必须正视自己的幻觉 不再加以掩饰 因为幻觉并无自己的根基 隐藏不现实 他们仿佛自有根基 而且自给自足 而这基本的错觉 成了其他幻觉的基础 因为不论幻觉能隐藏多久 在它下面都埋藏着一颗爱心 而这颗爱心 却以为那些幻觉 都是自己在愤怒中造出来的 这心灵所受的苦可想而知 一旦真相大白 再也无法否认 它有待救治的事实 你所提供的那些伎俩和把戏 没有一个能治愈它 这才是上主之子 真正的十字架 然而 它并没有被钉十字架 这既是它的痛苦 也是它的救治 因圣灵的眼光如此仁慈 而它的药方效果神速 不要对它隐瞒你的痛苦 而应欣然交托给它 把你一切痛心之事 都置于它永恒健全心境 让它来治愈你 让它的光明照耀在 每一丝痛苦上 仔细检查你心中的每个念头 看看还有什么事 你可能害怕揭露的 你心中所隐藏的任何有害的念头 不论多小 它都会给予治愈 移除它的卑微 让它从归上主 无限伟大之境 在你所珍惜的浮夸表现之下 藏着你的求救呼声 因你对天父之爱的渴望 一如天父对你的召唤 在你藏身之地 你只愿与天父结合 在爱中意念着它 只要你能在弟兄身上认出其真相 你就会找到真理之所在 纵然 他们可能宁愿自欺下去 其实 他们像你一样 渴望着自己本具的庄严伟大 你一旦认出这庄严伟大 必会迎向前去 它于是就成了你的 因为庄严伟大 是上主之子的天赋权利 没有任何幻觉能满足它 或者使它远离自己的真相 只有它的爱是真实的 也只有它的实相 才能满足它 将它由幻觉中解放出来 你才能平安而喜乐地 领受天父的伟大庄严 不要将任何人 秉除于你的爱之外 否则 你就等于在内心 争保留一个黑暗角落 排斥圣灵的光临 如此 你就会把自己秉除于 圣灵的救治能力之外 因你若不献出完整的爱 便得不到全面的治愈 救治必须与你的恐惧一样 是全面性的 因为只要有一丝恐惧在那搅局 爱就无法进入 你若宁愿分裂 而不愿选择清明健全 你的正念就无法获得此境 在你要求特殊恩惠之前 本来是平安无事的 上祖没有应允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你的要求 而你不该向深爱妻子的天父提出这种要求 向天父要求唯有不辞之父 才可能应允的事 等于纯心把他变成不辞之父 上祖之死的平安便这样破灭了 因他再也不了解自己的天父 他不只害怕自己所造的不辞之父 更怕真正的天父 因他冒犯了自己与天父之间光荣的平等关系 在平安中 他一无所需也一无所求 在战争中 他要求一切却一无所获 仁慈的爱除了静静的离开 回到天父那里以外 还能作何答复呢 如果上祖之子不希望活在平安中 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因黑暗之心无法活在光明中 他必须寻找一块黑暗之地 好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存在 其实他根本不在那儿 上祖从未允许此事成真 你却坚持它发生了 故而相信真有此事 特别拣选出来的 就等于被孤立起来 因而造成了孤单 上祖从未如此待你 他深知你的平安 就在他的一体心内 他怎能将你分离出去呢 他只会拒绝你自找苦吃的要求 因苦难不可能出自他的创造 他既已将造化赐给了你 岂会再向你索回呢 他只能以神智清明的答复 来回应你神智不清的要求 在你神智不清之际 那答复仍与你同在 他确实如此做了 凡是听到他答复之人 都会放弃自己神智不清之境 因为他的答复超越一切幻觉 可供你做参考指标 只要你从那个指标去回顾 你就会认出那些幻觉的疯狂愚昧 只要你寻求这个地方 你就会找到 因爱就在你内 它会领你到那里去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 请继续下一课